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继续来看到这则消息 是在新北市领口的一处社区 有住户不满宠物噪音等问题 让管委会竟然贴出这样的公告 这一份公告写着 限制每户只能够养两只宠物 如果超过两只的话 这限期三个月内减少 否则开罚2000块 此公告一出不得了了 立刻引发四肢反弹 都养了67年的宠物 怎么可能在三个月内处理掉呢 相当离谱 电影狗狗心事中 描述人与狗之间相处 犹如家人一样密不可分 分离更让主人心痛 不过现实中在领口这处社区 大厦管委会却贴出公告 不但要限制养狗数量 还逼四组要和宠物分离 公告上写着 每个住户猫狗宠物不得超过两只 如果超过三个月内必须减少 不然要财除2000元 不改善还会连续开罚 非常没有人性 因为那他今天会不会规定说 一家只能生两个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狗跟猫要养几只 动物要养几只 是我们的事情 而且我们没有干涉到别人 没有攻击到别人 也没有吵到别人 那为什么要规定说 一户只能养两只 向大楼管委会求证表示 已经开过住户大会授权 但规定全市管委会干部讨论出来 国共主管单位 公寓大楼管理科表示 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禁止宠物饲养的规定 都得载明在规约中 否则就不具效力 规范持续效力 四组松了一口气 不过要解决宠物跟社区安宁的问题 恐怕不是强硬规范才能解决 最终猴正的主管展新北市报道